你跟我喝酒了 我就跟你说说心里话 我一直以来对你的看法 这些我对你不是很了解啊 我也是慢慢通过我们 这这么慢慢地 接触时间久了 慢慢地了解 其实我 我挺心疼你的 有时候我觉得你 特别不容易就一路走来 我知道你从小是 爸妈离婚得比较早 然后你就去了训练队 每天训练 别人在上课 你在训练 别人在购物 你在训练 别人出去谈恋爱 你也在训练 训练这么多年 找到工作 也找到男朋友 谈了一段 并不那么靠谱的恋爱 虽然你不讲 但是其实我知道对你打击不小 从我第一次看到你在街上追他 到后来我看到你的一些 一切一切的反应和状态 虽然你把自己包裹得很好 保护得很好 但是我从你眼睛里 从你的形态中一次一次看到 一些伤心和一些伤感 或者说是一些对 对自己的无奈 其实我都看在眼里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地心疼 为什么我跟你虽然闹了 虽然是有时候有一些捣乱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 我还是心疼你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值得被心疼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会幸福 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经历了很多 但之前经历的一些磕磕碰碰 一些坎坷 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所有你人生中经历过的磨难 在未来都会变成你的财富 在未来都会变成你做任何事情的经验 都会让你变得更坚强 更有力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地会心疼一下 会感慨一下 你这种女孩 五十一你这样的女孩 一定会得到幸福 因为如果你不得到幸福 没有人会答应你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你碰到我你特别地幸福 记不记得 好 最后这句话比较重要是吗 为了你的幸福 祝你幸福 感觉到幸福了吗